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经过一个晚上准备充足之后 做了详细的说明这两篇论文 他在两个不同学校的硕士学位 所提出的这样的一个论文的资料 显示出没有抄袭的状况 而国民党跟周边的人物 好多人昨天已经欢欣鼓舞的 跳进去痛骂了林志坚 而其中赵少康还用脸书宣称叫林志坚 要退选此外 当林志坚在台大国发所的教授陈明通 他澄清林志坚的论文 被涉嫌所谓抄袭余正皇的部分 其实是余正皇的论文在林志坚的后面 而余正皇本人 他在论文的序言里面 还在谢词里面提到了他感谢林志坚 这个时序证明了乌龙爆料之外 还有好多踢铁板的人 同时今天联合报的头版头条 也用这个方式来打投原市民进党 所提名的一个新秀 而且潜力非常强的新竹市的市长 在这个情况之下 各位就知道2022年底的选举 是多么的竞争激烈咯 因为在桃园 朱立伦他擅作主张 放下了一个行政院的院长张善政之后 没想到民进党 他却用快速的方式调整他们的步骤 把最强的林志坚从新竹调到桃园 而第一波这一家联合报 他们所做的民调 林志坚就已经是领先的 所以这一场战争在桃园必然是肉搏战 而今天还有落井下石插花的人 就是柯文哲 柯文哲在早上林志坚召开记者会之前 有人问到他论文抄袭的问题 他居然说每天晚上吃饭喝酒 怎么会有写论文 这个柯文哲 他所面对的林志坚是过去这七年半以来 其实是他的家乡的地方父母官 而在照顾柯文哲的父母的部分 打疫苗 大家都知道新闻报道上面 有非常多贴心的举措 柯文哲不仅自己也落入了一个 非常不厚道的批判林志坚 甚至于他对林志坚本人也不理解 了解林志坚的人都知道 他是一个非常古墨的 而且非常纪律的人 每天晚上吃饭喝酒这件事情 不会出现在林志坚的身上的 选举跟政治跟竞赛 都是要知己知彼 如果他在敌人的种种的条件 跟胜败的因素上面 没有好好的做分析 那难免就会自己坠入了失败的深渊 柯文哲现在所面对的问题 就是自大狂妄而自大狂妄到居然被一个知名的网红 四叉猫就已经整的每天嗨嗨叫 今天我们要请四叉猫告诉我 他所说的那个台东的双主菜便当到底怎么回事 这个证明民众党也用这种方式来贿赂选民吗 民众党表示自己倾心 可是他呢开某种这个群聚大会的时候 也是要用他游览车去把人给载来的啊 那柯文哲口口声声的那个自诩自己清晰 就自己自打耳光了 那此外呢在侯友宜的部分呢 今天的中国时报故意出囚侯友宜妈 他把他曾经他们的团队评估过 说他要职工总统 而且呢还说国民党呢已经准备好了 要由江启臣来接班 来替侯友宜在2022的年底打新北市长这个选战 但是这是事实吗 了解真相的人都知道侯友宜果然是在恩恩案的处理当中呢 非常非常的这个令各界痛恨 而且被踏罚 因此他失去了职工总统的机会 那接下来的2022他就可以顺利的连任成功吗 民进党如果真的有积极的企图心的话 在新北市推出陈建仁 并不可能没有胜算呢 至于台北市 我跟各位保证啦 还是陈时中 今天我们要请到陈时中 在牙医界的好朋友 来告诉我们 大家不知道的 在防疫的铁人部长 这样的一个形象之下 另外的关于陈时中的小故事 我们今天用他高中的照片 要提供给各位清晰的陈时中同学 在建中的那个模样 是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回忆 他的成长的过程的 为各位介绍 我们今天请到的来宾 第一位是民进党在新北市所提名的 新北市议员的参选人 左冠婷 客客姐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谢谢 继续为各位介绍的实质人 媒体人秋秉玉 大家好 谢谢 民进党在新北市党部的主委 对于提名新北市的市长 有一定的重责大任 也是这一次我们在恩恩案当中 表现非常认真 结束 是民进党的新北市议员 贺博文 大家好 大家好 谢谢 继续我们请到的是 大家非常喜欢的 在政治评论上 别有洞见 是罗俊协医师 客客姐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谢谢 政治评论家温朗东 客姐好大家好 谢谢 我们今天请到的 国民党代表呢 是李德伟委委员的 办公室的主任 林冠勋 客客姐好 大家平安 好 这是民众党的最好的朋友 客客姐好 大家好 四叉矛 刘宇在我们的现场 来 我们来看 今天林志坚登上了 二板头条 但是林志坚的记者会 立刻打脸 他用证据 用时序 甚至于 用他的指导教授的说明 来回击 这个第一个爆料人 王鸿威 而其他参与 一起 落井下石的 包括了客问者 包括了赵浩康 包括了徐晓星 还包括了一些 媒体界的人士 从第一章的序论 抄到最后一章的结论 然后再抄到文献 再抄到附件 他用哪一个地方没有抄 抄好 抄满 论跟建立特抄 我就想你 那你请问一下 你这个论文到底有什么学术价值 王鸿威指振历历拿出林志坚2008年的中华大学术论 发现内容和另一篇童年发表的竹科伟班中华大学做的研究报告书 内文几乎一样 自习比对两者的题目只差几个字 连篮球的篮写错都复制 再看结论也大致雷同 林志坚你作为一个政治人物 一样你如果有羞耻心就应该宣布退选 鹤立行老师还有我 还有王明朗老师 2008四月我们三个人一起联名 发表的这个论文 其实就可以验证 我们没有抄袭 这个是我们是援助 林志坚亲上火线回击爆料 而他的硕论指导教授鹤立行 也跳出来捍卫学生的清白 强调林志坚有参加研究方法的过程 硕论合理使用报告内容合情合理 这个王宏威议员的抹黑毁谤行为 我们近日就会做出按您申告 欢迎林志坚来告 而且希望你能够尽速提告 来看这个林志坚 他这个被控抄袭 你看这个联合报的 今天的头版头条看起来 似乎是就是抓到了一个大炮 可以把林志坚一举给政治生命击毙 可是昨天晚上我看到 这个林志坚的团队 其实就老神在在 那今天早上很多人一起跟着在那里 这个吆喝 第一个提出来是王宏威 他说他不仅抄袭政府标案 而且超好超满 不仅违反协助伦理 涉嫌侵占政府财产权 有休止心就宣布退选 而这个中间还一堆人在那边帮枪 中间包括了这个赵浩康 立刻就说论文昌人林志坚退选 然后呢黄亚明这个诗 这个名嘴 说他那个提供给大家公平 有哪些部分 这个结果呢 今天林志坚 这个记者会跟他的指导教授 所这个提出的一些相关证据 立刻就打脸了 那要请教冠婷 最不好意思的就是这个讲话非常的尖酸刻薄 但是对这件事情也没有深入了解 还在那里插花落井下石的客汶者吧 人家这个问他这件事 他的回答是 这些事情是今天才发生吗 常常是这样 哪有可能每天喝酒吃饭 哪有办法写什么硕士伦文 他到底是在讲谁呀 然后这个最严重的还是林志坚 已经要去提稿了 对不对 那这个案件的本身是可以去查出来的 也看起来这是一场乌龙指控 那国民党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烈的反应 跟了柯志恩的论文 被某一位旅美的教授去比对 然后炒作出来是有关系的 他们本来想用这个方式来反扑的 是 而且我觉得更重要的事情是 这代表桃源提林志坚市长来参选 国民党非常怕 而且怕到要把一个过去 已经被揭露过的旧文 拿来重新炒一炒之后 把它当成是一个新的爆料 为什么会这样讲 林志坚的论文 在他连任的新竹市长选举的时候 就被其他立委质疑过一次 而当时林志坚市长也对外讲清楚过 今天我先讲 他接着怎么面对的 他是在早上 这个事情从昨天晚上整个正媒圈 传得沸沸扬扬 今天早上的媒体刊登之后 林志坚正式开记者会 把他所有的论文的内容 全部揭露在直播面前 所有的教授 所有这些当事人 学校发相关的声明 还林志坚清白 最重要事情是 林志坚他已经打算 要对这些对他恶意抹黑人提告 我认为这是非常正确的 不管是危机处理 还是面对这个论文事件 那我简单讲 观众朋友 我们看到网络上非常多讯息 没啥啥 简单三十秒讲清楚 我首先先讲 林志坚还有两个硕士学位 第一个硕士学位 是在中华大学 第二个硕士学位 是在台大国发所 我先来讲台大国发所 这个 台大国发所 这个是从头到尾 就是一个百分之一百二亿的抹黑 简单来说 就是林志坚他在写论文的当下 有一个民调的一个内容 那他的同学在经的他同意底下 引用他的民调 可是因为他的同学 比较早毕业 林志坚比较晚毕业 所以后来在论文的时间上 感觉他同学比较先 就被国民党指控说 是林志坚抄袭他同学的 就是这个余政皇 他的这个同学 对 那现在已经所有的资讯都出来了 这细节我就不讲 就是林志坚他东西好到 研究到同学要来跟 金德教授 金德他的同意说 要引用他 其实是这个同学 引用了他的资料 然后王鸿威说是 他去抄原假 所以这个所有的律师 今天早上的朋友 看完这个讯息之后 台大国发所的这案 王鸿威跟这些指控的相关人 林志坚只要愿意告 都会赢 所以林志坚的当时的指导教授 就是现在的国安局的学长 陈明通他也今天有做了一个说明 对不对 那他说的就是 余政皇是借用了 引用了林志坚的资料 然后王鸿威是说 林志坚去抄袭余政皇 最严重的是 余政皇自己的论文的时候 在制谢的这个文章里面 就已经提到说市长愿意提供协助给他资料 那你王鸿威连人家余政皇原来的谢词都没有看吗 这个也太乌龙了 也太这个很过分的抹黑了吧 这件事情今天一翻两瞪眼就证明了 这是第一个论文台大国发所的那个时候 他是在当新竹市市长念完的 那还有一个论文怎么回事 另外一个论文是他在当国会助理的时候 当时他在中华学院念硕士 那他有一个相关的论文 因为他毕业一定要写论文 简单来说这件事情也非常简单 就是硕士论文是什么 硕士论文是过去两年 其实他研究的一个总和 跟在学术上面能够有突破的一个极大权 所以过去林志坚他在这个论文完成之前 他有去参加一个研讨会 而这个研讨会呢 他跟他的指导教授总共有三个名字 简单说第一个挂名的是一个老师 第二个是林志坚 第三个挂名的也是老师 所以他们两个老师 一个学生 三个人一起去研讨会发表了一篇文章 而发表了这篇文章的内容 林志坚是作者嘛 他把它用在他的论文当中 我说真的国民党说这叫抄袭 如果抄袭 如果好我就认得当成抄袭好不好 自己抄自己 就是他自己参与的一个研究 然后他写的 然后那个是一个研讨会嘛 对不对 研讨会发表了一个共同研究 资讯在网路上查得到 然后他的毕业论文里面呢 是把这个资料呢 研讨会上的这个报告 放到他自己的论文里面 然后他的论文内容 远比他研讨会内容多很多很多很多倍 所以这在学术上面没有什么大问题 所以这件事情 本国民党要把他当成是一个惊天大案来吵 我再次强调 这个案子是中华大选案子 在他选市长的时候 就被大家检视过一次了 当时林志坚就已经讲过一次了 结果今天你刚刚讲的就范从草 嘴巴还吵了自己满头包 所以我是建议林志坚市长这个态度很对啦 面对这种事情就是告就对了 所以他今天已经说了 他说国民党的服选竞争对手 炮制林志坚板玉昌案 谴责国民党侮辱他的人格 要立刻的按铃申告 针对这个王宏 为要抹黑跟毁谤 那中华大学今天是跟他一起做这个 共同研究的教授 今天也发表了一个声明 那这个王明郎说 林志坚有参与讨论问卷发放 回收跟资料分析 他在硕论使用相关研究内容 教授们认为合情合理 因为这些教授还有跟他有这个审查论文 还完成口试 我都跟你说 他的这个教授 如果这篇是有问题的文章 他不会后来还把他放在网路上 这篇文章这个王姓教授 是他自己在学校网页 他自己的著作 跟他的这些期刊的文献 这当中其实是有这篇的 好 这个为什么会林志坚的这个所谓的 昨天被爆料 说是涉嫌论文抄袭 会变成一个联合报头版头条呢